其实有很多朋友问我 问我应该买什么设备来学习摄影 一般来说我都会跟他们说 不要直接买相机 用你们的手机就可以了 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要买相机 因为相机拍出来比较好看 我跟他们说 现在的手机一般画质都非常好了 只要光线不是很差的话 用你的相机就能拍出不一样的画面 举个例子 现在一般的相机都有两个摄像头 一个是人眼视角 一个是一个超广角或者长焦 而且手机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随身携带 当你看到有趣的画面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拍下来 如果用相机的话就非常的麻烦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你连手机都用不好 你的相机只能拍出跟手机差不多的画面 那怎么样才能用手机拍出比较好看的画面呢 先把你的角度摆正好 当你的角度放好了比较特别之后 你就可以拍出比较特别的视角 例如找你的前景 例如把你的角度放到地上 或者你的前景上来做出位移 如果你是拍视频的话 就可以利用手机的优势 直接穿透某一些画面 做出推拉摇移的感觉